明代高僧坎山大師,在中國歷史上,可能是經歷人生苦難最多的一個僧人。 他受過沖軍和牢獄之災,前後警達十幾年,經歷人生喜樂成衰,甜酸苦辣的坎山大師。他深深體會到紅塵幻滅,人心險詐,世間無常的社會白態。 因此在他的著作之中,都有勸誓叮鈴和教誨。 最著名的有一首《勸誓詠》,這次摘出其中一段與各位共勉。 紅塵白浪兩茫茫,忍辱猶和是妙方,到處隨緣言歲月,終身安分度時光。 紅塵是繁榮社會,譬如空間,白浪譬如時間,紅塵白浪兩茫茫。 宇宙的時空,凡夫的生死,都是變幻無常的。 由於世間飄忽不定的紅塵,與滾滾流逝的白浪一樣。 人自身期間,必須以忍辱猶和,隨緣消業的心態去處世。 憂張自己心填梅,莫把他人過失陽。 謹慎應酬無奧魯,內凡作事好商量。 平日千萬不要媚住自己的良心,不要說人是非,公開揭露人的短處,因為自己的觀點未必是全對的。 從來,硬佬圓先斷,每見鋼刀口而傷。 野禍子恩搬口蝕,朝遣多位狠心長。 弓箭越硬,他的圓線越容易斷。 鋼刀越利,他的刀鋒越容易破傷。 凡人惹禍,都是因為自己生口蝕是非,盜人之短,平人之長。 為什麼人會招顯惡報惡果呢?都是因為自己的心腸太狠毒。 是非不必憎人我,彼此何須論短長。 世界由來,多缺陷,幻驅焉得,免無償。 人生是生老病死的組合,是短暫無償的。 何必為了一幾支私利,一時的親恨,不擇手段,傷害別人,利益自己呢? 吃蝕規處懸無愛,退讓三分也不防。 春日財漢陽柳綠,秋風又見菊花王。 剛剛欣賞過春天,清綠的陽柳,在禍風中飄忽。 轉眼,又到了黃谷滿地的秋天。 榮華忠視三更夢,富貴還童九月霜。 老病死生誰替得?甜酸苦辣自成當。 榮華富貴都好似三更夢和九月霜一樣,轉眼即逝。 各人的生老病死,甜酸苦辣,都是要自己去成當,別人不可以替你成當的。 生前枉費心千萬,死後空辭,守一傷。 悲歡離合,朝朝鬧,富貴窮通,日日亡。 生前就算你枉費心思去刑謀,去爭取個人的利益,甚至不擇手段犧牲別人,鞏固自己。 到了後來,生不帶一聞而來,死亦不帶一聞而去,何必增強鬥勝呢? 雖之萬事有其因果律,眾善因得善果,眾惡因得惡果。 人生就好似戲劇一樣,一出一出地演繹。 譬如凡夫,在三界六道之中,不斷一生一世地輪迴, 今世完了,又隨著自己的業力輪迴到下一世, 不知幾時才能夠脫離生死,到達獵盤之鄉。 所以最後坎山大師說:「休得增強來鬥勝,百年運時棄文長。 傾客一聲羅古歇,不知何處是家鄉。」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作詞・編曲 李宗盛